御职公祥唐后 成为李世民的左膀右帝 跟随李世民中征西战 历经十余年 扫平各路诸侯 五年后 唐王李渊扫平各路诸侯 天下一统 御职公因战功卓著 被封为恶国公寓 随李世民镇守尽忠 防御突厥各部的骚扰 好海风 来 来 支撑 拼 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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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岁 看那边 追 驾 千岁 好剑法呀 好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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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岁 好剑法呀 上了点年纪 又久居身公主 力气真是不比从前了 想当年红泥剑一战 连你这名满天下的灶袍静德 也奈何不了小王啊 千岁 那是成胖子从中捣乱 加上秦二哥就驾及时 要是再遇上这么一次 可就难说了 静德 你别不服老 看看你的胡须吧 再说 就算你不老 你的马也老了 说得是啊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怎么能不老啊 千岁 我去河那边驿马 嗯 驾 千岁 艾 驾 兔子 飞 预 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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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大的雾啊 是啊 是啊 怎么这么大的雾啊 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是啊 奇怪 有白雾骨的哪儿来的雾 人家 要看 快 concept 到现在 来 驾 驾 驾 千岁小心 驾 驾 驾 追 追 他给我追 走 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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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厥新兵犯禁 大军已冲破边关 据此地还有不足百里 高祖八年 突厥可汗突然新兵犯禁 前锋部队直逼进阳 突厥铁骑长驱直入 杀掠猎民 劫夺财物 边境百姓孤独勘言 杀掠猎民 杀掠猎民 帅保平击 齐王李元吉 帅君从背后包抄 突厥大军 对白 好 齐王军令 将这些冒犯天位的蛮夷 一定斩首 大家都别怕 我是且勒布阿伦纳公主 你们都是勇敢的勇士 不能像胆小的伤口一样死去 来人 把这娘们先给我砍了 走 走 走 跪下 跪下 住手 住手 谁让你们屠杀战俘 是齐王的军令 谁的军令也不行 先把人放了 住手 于是将军 违抗军令 可是死罪 死罪也由我来耽误 要杀就杀 我们突厥武士 不需要你们的可怜 齐王的军令 谁敢违抗 动手 谁敢 住手 参见齐王 参见殿下 我要杀的人 谁敢阻拦 殿下 靖德当年投堂 正是因为秦王人正爱民 忠肝义胆 可如今这些战俘都已经放下了刀枪 靖德还望 殿下给他们一条活路 吕齿公 你张口一个秦王 闭口一个秦王 你眼里还有本王吗 靖德一心 只为大唐 快到 翌世公 听说你擅长空手夺朔 今天我倒要看看 在一炷香的功夫 你能夺几把兵器吗 靖德不敢 上 是 是 皇后皇爷 皇后王爷 将军 请留步 公主为何在此 在我们的部落 最强大的英雄 应当得到这种礼遇 公主殿下 书敬德不能从命 难道你不喜欢阿伦娜 公主殿下 将军 书敬德不能从命 下оном 四弟 大哥 大哥 你可来了 微臣参见殿下 大哥 有人要杀我 你要替弟弟做主 四弟 怎么回事 他 他要造反 他要杀我 赠钱谋反 冒犯王爷 按律 我当助你九族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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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靖德将军他是冤枉的 本王才是钦差大臣 我要做的 就是杀死那些乱臣贼子 来人 来人 给我拿下 住手 殿下 靖德为大唐江山东征西战 苍听可见 太子殿下说 靖德对大唐别有二心 那殿下可以把靖德的心 抛出来 看看是不是中心 可见 靖德将军是冤枉了 靖德将军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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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贬为庶民 千岁请回吧 靖德将军 官场黑暗 离开这是非之地也好 如今奸人当道 靖德不能陪在千岁左右 还望千岁多多保重 请千岁 再数靖德一败 永远 永远 否也慢 他未必不お伤害 ag yes 好 优优 迢